在金庄入圍前映算是一個低潮嗎 那那個時候就是 導致入圍那種心情起伏 可以想一下 其實沒有太大起伏 因為就是可能碰到 無望之災或者是什麼 就覺得滿人生嘛 對啊 就該面對就面對 那現在有入圍 我覺得多來講其實是肯定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很懈大關心 然後我跟裡面的何睿智一樣 都是一個善意的人 我覺得小美就是一個 就是她只能接受去決定 但比較生氣是我的 因為我跟賴總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 我相信他們換角有換角的壓力 他們可能事情還沒有 接少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要趕著殺青的壓力 但我比較惱火的是說 幹嘛要寫那個行文稿出來 對對對 然後因此我跟賴總現在都不吃飯 他要我吃飯的拒絕 那在金庄入圍前 應該算是一個低潮嗎 那那個時候就是 得知入圍那種心情起伏 可以講一下 起伏喔 其實沒有太大起伏 因為就是 可能碰到無望之災 或者是什麼 就覺得滿人生嘛 對啊 就該面對就面對 那現在有入圍 我覺得多來講其實是肯定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很謝大家關心 然後我跟裡面的何睿智一樣 都是一個善良的人 對 那家人怎麼樣 家人 家人 家人其實一直都很 很 怎麼講 很支持我的事業或工作 對 但我覺得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我覺得身邊 可能有一些人走了 或離開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 除了生死以外 其實沒有什麼大事 對對對 那有看到 因為你老師就是 是那個 杜王菲相信 就是那一段 有 有 有 我們盡量 訪問跟節目相關 謝謝 因為是導演講的 導演講的 導演講的 導演 我講什麼 就你的男主網 貝迪很相信他那一段 喔 對啊 就是 就是我始終都覺得 好有信心 因為在拍攝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都會跟演員 做很多時下溝通 這樣你才能從他的特質裡面 可以去找到跟角色相關的部分 所以在那些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都覺得 哇 小美是真的讓我 很欣賞的一個 男孩 欸 40歲的男孩可以 對 中年 中年 對啊 突然聽到他對爸爸媽媽 弟弟妹妹 還有對女兒的照顧 各方面 我都覺得 一個這麼有責任性的人 他絕對可以詮釋出來 何瑞茲的那種 那種對家庭壓力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他在我心目中跟何瑞茲 有很多部分是畫上等號的 所以就一直相信著我的何瑞茲 然後一直在等著 就是一切大案揭曉 謝謝導演 當然當然當然 因為水中送炭的人真的不多 那對於之前那個 被換腳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一直訪問跟 對啦那個 因為 那個事情 我覺得小美就是一個 就是他 他只能接受去決定 但比較生氣是我的 因為我跟萊總是 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 我相信他換腳 有換腳的壓力 那可能事情還沒有揭曉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 要趕著殺青的壓力 但我比較有惱火的是說 幹嘛要寫那個行為 你搞出來 對對對 然後因此 我跟萊總現在都不吃飯 他要我吃飯都拒絕 所以我小架子騎的 但就是因為是很好的朋友 我知道大家都有壓力 但我就只是覺得說 我因為太好的朋友 我就覺得 他這樣做 讓我覺得 超過我想像的 就是萊總 因為萊總不是都 哼哼哼哼 那小美知道 導演跟萊總段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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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誰 很重要 好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大家一團回氣 還是一團回氣 那如果賠 換腳的賠 有沒有要回到善良一下 因為這也是公司的事 沒關係 沒關係 沒有 沒有再講那個另外一個 他怎麼會知道 他就是人員 對 好 今天不提這個問題 好 謝謝 尊重尊重 對 尊重大家 其實還是有 還是有 對 但是 現在先 把 目前的生活 過好 然後 面對金鐘 這樣子 對 金鐘這禮拜就是結束嗎 對 這禮拜結束 可以去度假一下 對 我們下一個 一位 一位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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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